這個題目呢 它是一個比較常見的一種實驗題目 它就是有一個強力磁鐵 從上面掉下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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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磁鐵要下去 它會抵抗你 可是抵抗呢 它的條件必須要導體 要導體呢 才會形成窩電流 這個窩電流就是感應電流 會抵抗你下來 那必須要什麼體 要導體 如果沒有導體 那就沒有窩電流 它就會等同於自我體 因為沒有磁力 所以呢 你看喔 它說第一根是什麼 第一根是塑膠 那這個東西就自我體了 OK 所以答案 T1自我體 那這個東西呢 它因為中間它有縫啊 所以它想要形成電流 沒有辦法 所以它不會有窩電流 它就不會有感應電流 不會有感應磁力 等同於自我體 T1等於T3 那這個呢 這個會 對 這個東西要下來 不讓你下來 它如果 假設是N級要下來 它不讓你下來 對不對 這邊就會產生有一個N級抵抗你 那這個N級向上抵抗你 它的電流就會這樣子流 OK 那N級抵抗你下來 這個就會比較慢下來 所以 T2的時間大於他們兩個 所以答案 T1等於T3 小T2